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会拿杨超越作为题目耶 其实我自己从2016年开始 我就会看一些男团啊女团的选秀节目 包含韩国的produce101 然后到后来的produce48 然后中国有创造101 以及就是今年刚结束的青春有你2 看青春有你2原因是因为我很爱丽莎 然后当然我也有看了台湾的DD52 这些节目啊 基本上出来的偶像团体 它会是有一种限定 期间限定的概念 就是时间到后 他们就会解散 那解散后呢 各个艺人就会回到原本 他属于他自己的经纪公司里面 所以时间一到后 他们就会各自拉回自己的经纪公司去赚钱 那这些类型的节目出来的艺人 在我自己的概念里面啊 都是属于夹娃娃机型的偶像 就是他的新鲜感随着他夹出来 到了洞口掉出来后 他的新鲜感就慢慢消失了 他热度就随着选秀节目结束后 也会慢慢慢慢慢慢开始走下坡 但是你一定想说 我今天讨论这个干嘛 对 主要是因为上礼拜 那个中国最有人气的女子团体 就是火箭少女101解散 他解散就解散没什么嘛 女团解散 其实produce www那些都已经解散过了 那因为这本来就是旗舰限定的团体 对 但其实火箭少女里面有一个人是 让我感到非常非常讶异的神奇人物 对 那一位就是叫做杨超越 一个不会跳舞 而且唱歌会走音 然后 什么都不会 只会一直哭的一人 我实在不懂他到底红在哪里 后来其实我仔细去研究一下 杨超越其实一开始啊 他的粉丝都是一般的路人粉丝 什么叫做一般的路人粉丝 就是本身他没有太关注这些言语圈啊 偶像圈 他就是偶尔看一下的观众 对 那在他们眼里面 杨超越就是一个农村来的小女孩 生活的目标就是赚钱 很真实很real 对那我哪边有钱赚 有机会我就去 对他就要去试试看 也是因为这样 说很土很真的模样 其实跟我们一般的熟悉的偶像不太一样 我们一般熟悉的偶像就是美美的啊 当然杨超越也是漂亮的 这点我不得不承认 但他不会唱 不会唱歌不会跳舞 这点跟偶像啊 女团啊是搭不上关系 那另外一种对我而言的偶像是那种 那种知识渊博 然后饱毒私塾的人 可是像杨超越这款偶像 我其实是真的第一次看到 如果你要说 钟明轩好像也跟他一样 这个其实我不太认同 因为钟明轩有自己的态度跟处事的方式 他有抓住他想要什么东西 而杨超越有什么吗 其实 简单来说啦 我觉得杨超越就是有的就是运气 我必须说 他进入舞台完完全全的就是靠运气 一个用运气爆棚 大到让自己大红大纸的艺人 有没有很夸张 网络上很多很多讨厌他的粉丝哦 就用他的脸 然后批了一个杨超越祝福的警力照 就代表说你只需要靠运气就好了 你不用实力你也可以出道 你也可以考上高考 对 你只要带着一张照片 就这一波黑操作 后来又变成网路上的名音 就说大家只要带这个呢 就可以金榜提名呢 然后大家真的 真的有人带着杨超越的照片去考试 我对于杨超越其实了解的并不是很多 决赛唱歌跳舞 然后拼命滑水啊摆pose啊 凭什么得到全民的票选第三名 我到底凭什么 而且直到他们团解散的那一天 我还是有看到他跳舞跳错的样子 当然他还是有努力去学 可是我还是看得到他跳错的样子 那直到就是最后面他有个感言的时段 就这一段感言 我介绍你101杨超越 请发表你的未来宣言 对不起 我日式干啥啥不行 跟老板吵架第一名 但是我前阵子我压力我实在是太大了 我从来我就是参见个比赛 我没有想到我能做女团两年 你不知道就是那种大早上被姐妹拉出来 他告诉你要去跳舞 我选我不行的 但是杨超越你可以的 然后 然后 其实 我这两年我经历了很多的真一摇 他们说杨超越怎么肯定做女团 他跳成这样我都可以 我想说真的 我觉得我给你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你们看 老天他不一定是爱聪明的人 他的万分之一 也会重新到我们这些笨小孩子 所以不要放弃平庸和笨的自己 说不定老天就是喜欢你 他就是让很多人都喜欢你 你就配拥有这些爱 但是这些爱太重了 我每天都要拔起来跳舞 我每天都好焦虑 我一定要做了就骂我 但是我想说我觉得我练了好久了 我一上台我就做 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气死了 我两年了 我终于毕业了 就没办法跳舞给你们看了 我真的是我跳不好 我也没有十个姐妹给我打掩护了 我一跳不好就看得太明显了 然后 我的天哪哭着这样 我先让你一听杨昭月再见 我现在是杨昭月 我的其他指向 杨昭月 请走向属于你的花路吧 这段留言 这段感言 是不是让人家觉得又哭又笑 她本来只是来赚通告费的小女生 结果她没想到她就这样出道了 然后做着自己讨厌又不擅长的事情 事情就这样过了两年 当然她做东西还是一样烂 但是你要说杨昭月她没有努力吗 我相信她一定有 对但她努力做她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两年了 不管怎么努力的练习 她上台还是错 然后还是会被想 对 就像之前 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哈哈台 访问那个打丢高赛的那个水源锡子 她对我最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 就好像你小时候 考试只有考40分 但你很想要很努力的跟爸爸妈妈说 40分我已经很努力了 可是只有40分 对不起 其实像这样的人设都跟我们每一个人很像 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忙忙碌碌的赚钱啊 不多不少 生活其实可以过就好了 那像这样子 又跟我们接近的人出现在我们身边 我们电视机前面 我们就会慢慢对这些主角 有着相同的情感的投射 本身也会就会慢慢的参与了解 那我们有了参与 我们就会有互动 就会注意她 相对而言 讨厌她的人 就会有争议 有争议就会上网她 骂她 就会有流量 有流量呢 就能变现成曝光量 人生其实有很多事情啦 就是不在你的计划之中的 就是意料之外的 这才是人生 我们其实可以靠运气 但我们也要靠努力 我们一定不能成为 不是说一定啦 我们希望 但我们不一定要成为100分的人 但是我们要成为那个 至少我抬头挺胸 努力过后的人 至于不适合的事情 就算了吧 没关系啦 今天就先这样子啦 拜拜